年龄越大 脾气越大 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不过身体没病没肚 儿子怎么就不能喝呢 我行了 阮老师一直在喝的神秘饮品 究竟是什么 我给自己调了一杯 输于保养的肝脏 能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又该如何调养它呢 那么在五行当中 肝属木 而水是养木 能起到一个润肝的功能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铁峰 今天给我们分享养生菜的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阮老师 阮英平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中医健康管理师 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阮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个 正义啊 你怎么了 怎么还咳嗽上了呢 看着王老师喝水你就咳嗽啊 现在啊 这天凉了 这个保暖工作稍稍的没做好 容易感染上风寒 对 你感冒了呀 那你可快离我远一点 不要传染我了 其实也不是感冒了 就是前两天去老师家吃饭了嘛 然后饭桌上就又吵起来了 然后我就去拉了个架 就是 哑了嗓子 对 就你那小生板儿 你能拉动谁呀他们家 他们家 拉我这儿 拉 我是拉不动 我能劝动人 我能讲啊 对 要不咱们看一看老陈家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看这儿呗呗 来来来来来 咱们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啊 哎呀 哎 哎 小杰一会儿上家吃饭啊 把我那个好酒拿来咱咋喝点儿 我怎么又喝酒呢 顿顿不辣呀 不怎么我喝点酒我还不行呢呢 你这天天就在管我呀 没说管着你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呢 你少喝点呗 你少喝点儿不就是管着我不让我喝吗 你说我这天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我喝点儿有澡的了我呀 看你自己都说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完了你还要喝酒 我说你没病没澡人家怎么就不能喝呢 我行了 我都没说明了 干啥呢 啥人干啥去 你就喝酒你也管我 我等一会儿小镇来我让他给我评评你 他来来的说我这点儿啊 说不说你那边我不管 哎 我就让他帮我问一问 这阮老师说铁峰老师 这这个事儿到底对不对 你说我这 说阿道不跟你说过来 咚咚咚 哎 你们发现没有 这老陈 这几年岁数长了 这脾气还跟着长了 见长 是不是让人烈了就咚 是的 其实我觉得家里人不让老陈喝酒 应该也是挺对的 毕竟那么大岁数了 哦 那你们觉得老陈呢 他这个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啊 我在现场看的一清二楚 我不是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首先这人动大怒 真生气的时候 肝火望 上肝 而且老陈他睡不着觉啊 哦 睡不着觉有什么肝有问题啊 对 刚才看到是睡不着觉 是不是啊 还有老陈那个年纪 以前没听他说眼睛滑呀 对 现在眼睛怎么就看不见了呢 是 这不都是肝的事吗 所以我就怀疑老陈这 肝瞩目 是不是啊 对 我这一说阮老师明白 嗯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老陈呢 这个状态啊 怀疑他这个肝脏啊 有点问题 其实肝脏不好的朋友们呢 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原本的脾气 跟小猫一样的 现在呀这脾气坏得不行 脾气不好 因为什么呢 肝脏煮酥泻 它有一个主导我们情质的作用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睡不着觉 失眠了 这一睡不好觉 你的脸色就不好看 而且食欲跟着就下降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眼神如果肝不好 眼神就不好了 对 老陈这几样全站上了 全站上了 全站上了 那个肝脏不好啊 会让我们的生活习惯呢 也不规律 那么生活习惯 它一不规律 带来的就是身体它不健康 身体不健康 可就不是只是调养肝脏 这么简单的事了 对 你说这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都有可能成为你这个不健康的病源 对 但是呢我这里要说啊 保肝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对 在中医理论里啊 这肝为将军之官 对 肝之输泄不利 则五脏气机不顺 它就会导致人生理功能出现紊乱 就可以引发各种各样的病 所以说呀 调养肝脏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肝脏方面的问题 可以扫描二维码 添加微信 向我们进行自学 老师您刚才跟我们说了 应该保养肝脏 嗯 就是你也说了 老陈不是有这三个症状吗 嗯 那这三个症状都会对我们身体 造成哪些不好的影响 嗯 首先呢我就来说一下 这个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这事呢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心情的好坏 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影响 这不良的情绪产生以后啊 使肝气就郁结了 那么肝脏它最忌讳的就是 情绪的大起大落 对 这个在中医理论里啊 说这个肝在人体内 它主输泻 主藏血 嗯 而肝脏主输泻 它就是在调节我们的精神情质 对 如果这个人突然间啊 产生了这个激动 低落等等 这些我们叫不良情绪 就会导致肝气郁脂 导致肝有问题 对 我们有不良情绪的说句实话 你说人吃无苦杂粮 人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 这点不良情绪有点正常啊 对 上了岁数了 就更加容易情绪化 不论什么年龄段的人 我们不能被自己的这种情绪主导 而伤了我们自己的身体 嗯 你气半天你气着谁了 把自己给气着了 对 这前两天呢 我也有个愁事 嗯 怎么着呢 你说儿媳妇好心 嗯 说哎呀 妈给你买件新衣服吧 挺好吧 你这上电视是不是 下公交的时候 嗯 一急 一根蟹死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吐 哎呦好几百块钱的给我心疼的不行不行的 嗯 好几天没睡着觉 嗯 结果呢黑眼圈就出来了 你看看 啊我自己在那生闷气 不过呢我自个儿是营养师 我给自己呀调了一杯酱火茶 啊 你从来没见着我上节目什么时候 对 说着说着 喝口水 哎 这个阮老师呢一直都在喝喝茶 啊 他在喝什么呢 原来是一个降肝火的养生茶 对 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想知道阮老师这个独家的降肝火茶是什么 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 你只要回复干火茶 那阮老师就必须把这个秘方告诉你 肝脏受损不仅是火气旺盛 竟然还会产生更多影响 人卧血归于肝 那肝受血而能试 眼睛疲劳不堪 阮老师竟有家庭版简易按摩法 大家呢在家里呢有事没事 特别是我们这些退了休的老同志 还有这些年轻人 空的时候眼部穴位按摩一下 食物也有自己的解冻规律 你们知道吗 很多的时候咱们买来的食材 你说一下子买了十个八个鸡腿 家里就俩人吃不了这么多 一半吃一半冻上正常的 那么肉类呢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为您揭晓 老师呢这回我就明白了 您这意思就是说心情也好 肝就好 是这意思吧 刚才那个阮老师说老陈有三个症状 头一个就是脾气暴躁 对不对 肝不好有很多事 对 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 对 发火 是吧 那么失眠这个事在中医理论里 也是可以解释的 跟肝脏有关 为什么呢 肝在我们身体里啊 它统领气血 一旦这个肝气郁结了 就会导致这个气血供应不足 出现气血两虚的现象 进而引发失眠 对 如果这个失眠再进一步发展呢 那神经衰弱呀 这是西医的说法 对不对 它一旦神经衰弱了 它严重的 梦游啊 梦游 真有梦游的 真有梦游 梦游就是病了 老陈老陈还有一个问题呢 说 眼睛花吗不是 对 对 眼睛花 对对对 老陈这个眼睛花呀 我想说的 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了 这个眼目昏花这个问题啊 刚才您不是说过吗 肝煮疏蟹 煮藏血 有一句话这么说 人卧血归于肝 那肝受血而能适 这话说的就是 人呢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需要用肝血来养气血的 如果说我们过度劳累了 或者这情绪的起伏比较大 气得睡不着觉 你就导致气血养不过来 那肝受血而适 这就能直接的反映到 我们现在容易得的一个病 叫什么呢 叫眼睛花 你看他们年轻人 用眼过度 回头就戴眼镜 早早的戴眼镜 视力就加深了 这个古时候我们说 那个时候也不是说 没有人近视 但是那个古时候人的近视 跟咱们现代人的近视 那比较什么呢 那一比较九牛一毛了 对 你说古人看书 是不是 那个竹简放得这么远看书 这是吧 自然光源 咱们现在玩手机 对 隔这儿玩 对不对 你看现在这手机 还有您手里的 他俩手里的 这平板 这过度用眼呢 就导致 视力下降 近视产生 那像您这个年龄段的人 还有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有些人四十多岁了 就发现自己花眼了 别以为是自己岁数大了导致的 其实不是 从咱们眼睛花的那一刻开始 就证明了我们的肝脏已经开始衰老了 对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肝血不足导致的 是咱这个肝呢 它背负不起眼睛的使用了 对 这个肝和眼睛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刚才容老师反复提到了电子屏幕这事 对 有这样一种人 就是得什么呢 肝眼症 他们 年纪轻轻肝眼症 肝眼症应该是什么呢 生理上进入老年期的更年期妇女 更年期的男人 他容易得这种肝眼症 对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打游戏 玩 就这么玩 他不眨眼呢 他不眨眼 结果导致他用眼过度 他眼睛干 还有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人 本来业余生活就少 老哥几个凑在一起干嘛 下棋 你下棋 我下棋 这个时候目不转睛的盯着 他一旦过于专注的时候 眨眼次数就少 眨眼次数少 对脚膜的润滑他就少了 眼睛就会疲劳 时间长了 稍作感 早期肝眼症会轻度影响视力 一旦严重 就会对脚膜造成损伤 所以说对肝脏的保护 我们还是需要格外的注意 格外的重视 哎呦 要是这肝不好 好的话带来的可不仅仅就是您说的 这个眼睛不眨的肝眼症啊 我相信咱们现在很多朋友 还有一些问题 比方说 黄斑变性 受这个眼病的困扰了 他看东西啊 正前方不光是模糊 就那窗户篮子 门框框 他都能看出趋里巴拐的 对 黄斑变性 非常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这儿呢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提供一个家庭按摩眼检板的方法 大家呢 在家里呢 有事没事 特别是我们这些退了休的老同志 还有这些年轻人 空的时候 眼部穴位按摩一下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上了年纪的这些老同志啊 都特别爱腿抽筋 对 那咱们俩经常跟观众朋友说 五色对五脏 肝对青 青对筋 那么 一根筋 这个筋 肝主筋嘛 肾主骨嘛 肝主筋 青对筋 如果说没有调养好我们的肝 又缺了青色的补给 这就会导致肝脏啊 它的作用慢慢的就变差了 肝脏的代谢 疏泻的作用变差了 咱们这些老同志不就爱抽筋了吗 所以呢 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的 刚才啊 阮老师说 可以按摩这个减板线 对 它对眼睛不好的那些人 尤其是有肝眼症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个习惯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护肝就是护眼 保护肝脏问题 绝对不能轻视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即可获得阮老师家庭版 按摩减板线的方法 在家就能轻松完成 老师 你说咱们的讲了那么多了 都已经说到现在了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推荐一个 实疗方了呢 刚才我也说过了 五色对五脏 那么肝对青色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以青色为主 为大家带来美食 青色食物 那跟其他几种颜色不一样了 多呀 是不是啊 对对对 这个面一旦宽了 它有些题材就不好选了 您准备给大家做点什么吃 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 这老陈呢 身上有肝的问题 那最明显的三个特征呢 就是你看 失眠心情还不好 发脾气 还有眼目昏花 那么心情不好 失眠呢 我们可以选择 富含维生素B 和维生素B12的一些食材 那么眼睛不好的 我们要用什么食物来解决呢 就是含有叶黄素类的这些食物 含B维生素 对 尤其是B12 B12 还有叶黄素 对 很多呀 很多这样的食材 是啊 对吧 那咱们身边的食材 其实一直都是身兼素质 是不是 有的食材 这个也有 那个也有 同一种食材 可以拥有不同的营养成分 说到这儿啊 我还有一个买菜的要求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这清对干呢 是不是 那么在五行当中 干属木 而水是仰木 能起到一个润干的功能 所以我就希望 咱们今天两位观察员 就照着我说的这个去买就成了 提要求了 那就快去买吧 任老师 两个观察员去买菜 对 咱俩老子也别闲着 赶紧给微信上各位有题的问题解答一下 好 这位叫逆流而上的鱼 我问有没有什么按摩的办法 能够调节一下干活 调干活 这样呢 没事我自己也能按一按 减轻减轻干活 给点建议吧 给点建议 好 这个办法肯定有 就是敲打你大腿内侧 干筋 大腿内侧这个干筋啊 叫足绝因干筋 那中医认为呢 这个气血通过经络的传输 这个穴位呢 又是气血积极和疏散的一个小战 所以呢 我们从大腿的这个内侧啊 拿手来比方大腿 你敲它来疏散你的干活 那么干活旺盛的朋友 你平时呢 你还可以多接触一些 绿色白色浅蓝色的食材 这些呢 都是有利于疏解我们心情的 下面这位位有叫寂寞的烟斗 两位老师好 前两天我买了个鸡腿 放冰箱里给冻上 结果今天做菜太急了 就拿热水解冻的 结果这个鸡腿啊 就特别难吃 想问问两位老师 有什么解冻方面的说法没有 有有有 很多的时候咱们买来的食材 你说一下子买了十个八个鸡腿 家里就俩人吃不了这么多 一半吃一半冻上 正常的 那么肉类呢 我们应该在室温下自然的解冻 打比方说 今天晚上准备做鸡腿了 一大早就把这鸡腿拿出来 让它自然的解冻 下班回来 这个洞就解好了 是这么个做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家禽呢 因为这位朋友 他买的是鸡腿类 它适合在水里解冻 如果说没有去内脏的这些 比如说整肢肌啊 压呀什么的 整肢什么的 有的里边内脏没有去 那你这个怎么办呢 你在室温下自然的解冻 因为这样的解冻比你在开水里热水里解冻 它能保证肉质的最好的口感 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在解冻这件事上说这么多 其实啊 食材的保存和解冻也是个学问 也是个技术活 对对对 这个如果处理不大 这个食材当中有一些天然的营养元素 就破坏 它不仅仅是口感的问题 对对对 你看我就想起这么个事 刚才您跟大家提到说这个保护势力需要吃叶黄素 对对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对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人65岁以后得黄斑变性 是现在中国老年致盲因素 排第一 而且这个眼病一旦得上 没有手术可做 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提倡让大家吃这个叶黄素 有的人也确实在家里也吃了 比如说我家里我吃那个玉米 玉米黄制 是吧 里边叶黄素 他买了好多玉米在冰箱里冻着 对 但是他加工不大 结果叶黄素没有了 流失了 结果到最后该补的没补上来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最后眼睛出问题了 多可惜 所以说我们讲的每个话题都是大问题 对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认真对待 认真学习 还有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 更多能够缓解眼睛干涩的 含有天然叶黄素的 蔬菜水果 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回复叶黄素即可 观察员这次 又给阮老师出了一个新难题 我就觉得老买菜太简单了 今儿我得清色是吧 带我花 我看看阮老师 是吧 怎么给我们解决一下 究竟这盆花的作用是什么呢 阮老师是否会被难倒 又将如何解决 他这个问题我接下来 他以为我接不了 不要走开 精彩马上继续 我们俩今天还是分开门 行 但是 就是你买完不用等我 你先走 那你这是说 今天又剩我一个人了吧 别耍我那些小细节 我先走了 拜拜 你说 这又是青色的菜 还又要养肝 什么呢 菠菜 咱们今天就去买菠菜 姐 那菠菜怎么卖的 那你帮我来一点吧 少来一点就行 行 好嘞 过去了 水仰慕 然后说还扔肝 这个接下来再买点什么呢 要不咱们去买一个 青色的水果 再买点海鲜 我觉得可以 只要这一串吧 这也多少钱 姐 好 老板 这个多少钱 15万二斤 你帮我来十块点就行 好嘞 谢谢 食材都已经买完了 咱们现在就回演播室吧 怎么就你一个呢 孟主啊 他两人出去的 这剩一一回 人家总的 早得催 我这不来了吗 我记得阮老师让你去买菜呀 是啊 第十二啊什么的你说 他买盆花回来呢 我就觉得老买菜太简单了 今儿我得青色是吧 带我个花啊 我看看阮老师 是吧 怎么给我们解决一下 不是 你这是盆什么呀 我这个是盆什么呢 你不知道了吧 你知道还不知道 垂盆草 我得叫 垂盆草 这我知道 对 老师不瞒你说 我就为了这盆花 我给那个老板的衣服 得拉掉都给勾坏了 怎么样 老师 你想干什么呀 挖坑啊 挖坑啊 真是这么想的吗 是啊 你说买菜能买花吗 是啊 这脑子冻到哪去了 是不是 他这个问题我接下来 他以为我接不了 我看你弄盆花回来 你老太太能怎么做 你老太太把我们全都蒙了现在 我都蒙了 你蒙了 你不信哪 要干啥呀这是 真能做菜 你不信 我不信 好 我跟您说吧 就这盆垂盆草 他把它带回来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锦上天花 孟主买的也很好 你看他买的什么呢 菠菜 富含丰富的维生素B 还有叶黄素 这个青葡萄里头 还有什么呢 丰富的B12 而那个蛤蜊呢 它属水 那么这些食材都特别符合我的要求 今天呢我就拿他们买的这些 给你们大伙做菜 你们就等着吃吧 大家好 我是营养菜达人 郭辉琪 今天这道菜由我来为大家展示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叫什么呢 叫波斯蛤蜊 我们先把蛤蜊煮熟去壳 在这儿呢我提醒大家注意 什么时候煮海鲜最好呢 这个火候水温要掌握 就是60度 什么叫60度的水温呢 这锅底啊 冒那个小泡的时候 蛤蜊放进去 这个就是最好 然后呢 把这个菠菜洗干净 焯一下 让它熟了 不能时间长哦 颜色一变 立马就拿出来 烫住一分钟以后 把这个菠菜捞出来晾水 水晾掉 让菠菜沥去水分以后 简单的就是菠菜啊 切个两三刀就行了 把这个菠菜 还有这个蛤蜊肉啊 还有蒜末啊 倒入到碗里头 放入一勺蚝油 三勺酱油 两勺米醋 这陈醋米醋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味 然后呢 打上少许的盐 少许的糖 喜欢辣的朋友们 还可以加一点辣椒油 拌匀之后 这道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啊 是清嫩爽口 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 健脾清热 非常适合我们有些朋友 什么便秘啊 食欲不振啊 适合这些朋友来吃 这个菜吧 我还是有兴趣 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你说 我们蒙主买这食材 好好的表演表演 能吃对吧 对 这个波斯蛤蜊 对 这个波斯 为什么叫波斯啊 波斯说的就是这菠菜 菠菜它又叫菠斯菜 它能补铁 缺铁性贫血 能平干润燥 不仅是这些 这菠菜呢 能够预防缓解便秘 刚才如朗老师都说了 蛤蜊它熟水是酥阴的 能暖干 能清热 你把这两样食材搭配在一起 这个干活旺盛的人 吃完之后能有帮助 特别好 对对对 华老师 这个菠菜 蒙主买回来做完了 我这盆花 提都没提 这个锤盆草啊 我今天打算怎么办呢 其实我可以打算把它凉拌 我就把它拔出来 洗干净了 用水焯一下 沥干水分以后 直接加点盐 加点生抽 加上少许的糖和这个麻油 这么拌一下 这就直接能够吃了 这口感您是没吃过 我是吃过 口感有点像那什么呢 就那豌豆苗 绿豆苗 脆脆的特别好吃 而且这样做呢 能够保存呢 这个锤盆草 它最完整的营养 和它的功效 看来这个争议你今天 捣蛋捣对了 我还把他打正着呢 其实锤盆草呢 刚才卷老师说了 要保持它的营养和功效 它是有用的 对 它不是野草 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什么功能呢 立湿退黄 清热解毒 锤盆草能退黄啊 去黄胆 它入干净 它可以修复 受损伤的干细胞 所以啊 担火旺的人 吃点凉拌 吹盆草 正正好好 正义啊 这是难得的 对了这么一回 不过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今天呢 不把这道菜 呈现给大家了 正义啊 看你今天这个 费心费力的 还把人家老板的拉链 给人勾坏了 对 这样 我就为你 量身打造一个小妙招 嗯 这个拉链不是坏了吗 咱把掉下的拉链的锁啊 那个末端 卡在这个叉子上 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把衣服两边的拉链 这么一穿 一下子轻轻松松 就把这个拉链修好了 这招我一会儿 得赶紧去试试去 对 以后你还得经常去菜市场 是不是 搞好关系嘛 对对对 今天呢 阳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五色对五脏当中 干的奥秘 相信大家对干 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我在这儿给大家透个点 根据我对阳老师的了解 这五色对五脏当中 红对心 轻对干 讲完了 下一步该讲什么 该讲黄对皮了 还有 知我者还是铁方老师爷 是吧 对对对 对皮有问题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微信 发送您的问题 我们会随机